食管癌的常用药物呢 主要包括一些服尿密定类的药物 这呢也是食管癌治疗的主要药物之一 服尿密定呢 是临床上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密定类的药物 对消化道的肿瘤和其他实体瘤呢 都有较好的疗效 在肿瘤内科治疗中呢 占有重要的地位 常用的药物呢 有服尿密定的注射液 T加佛注射液 口服的药物呢 有卡培他病 剃胶胶囊等等 目前呢食管癌患者都在使用 它的主要不良反应呢 有粘膜炎的反应 骨髓抑制等等 除了服尿密定料物以外呢 还有薄类药物呢 也是我们食管癌治疗中的基石 这类药物呢 主要分为一代二代和三代 一代博类呢 包括顺博 二代呢 包括卡博 三代呢 有奥沙利博 奈达博等等 这些博类药物呢 与服尿密定的联合 我们通常呢 会被认为是食管癌治疗的一些经典方案 另外呢 在进入本世纪以来呢 紫山类药物的大量使用呢 也在食管癌的治疗中呢 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除了化疗药物以外呢 免疫治疗和靶相药物的治疗呢 我们也正在探索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